大家好 这也是刚使完大家幻花之战素材的UP主自由席5 然后理所应当吧 开局视频肯定还是斗地主视频 细子主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主攻 这可是三票席的细子主 你看呢 一开始刷一张AK 我毕竟说实话蔡文基就算 就算蔡文基不停地判黑 他判梅花其实才是我最难受的 他判红桃或者红桃是最不怕的 因为我这样杀流战我同时自己也可以回去 相对于我每一刀可以白嫖一下 流战有点丑吧 声音稍微调小一点 但是蔡文基如果判梅花的话反而有点难受 这样的话杀就不够用了 你看这个流战打我我就不停地卖就行 别激动 你看我这时候是不是已经要死了 两张杀 流战没了 撑不动了 不好意思 该我了 一张杀 一张拆拆手牌 一张拆再拆手牌 杀我 我杀他自己 我就堵盘个黑 这样可以把自己石子挂掉 这样的话我就和流战是同样的血量了 然后反手直接把流战打死 这里来一张简易码 我想着能不能看能不能直接一拨把两个都擒掉 试试证明我做到了 流战手里有酒他都不吃了 等着我和蔡文基单挑呢 蔡文基不判梅哥也没问题 因为他之前把我翻过来 他在判梅哥怕把自己翻回去 但这样他就成白板了 细子主呢 玩起来还是有风险 但是看着是真的爽啊 第二把还是细子主 但这个就没有第一把那么精彩 你看我这么多好将我都没选我选了细子 然后对面有一张新王翼 那肯定大家都知道我要干什么 一开始打成玉两刀 他就摸一张牌 所以没有特别需要注意什么 总是要让他摸一张的 然后成玉果不前 他如我所讲反手打王翼 这里呢我打成玉就要送他很多牌 所以我想了想反手 对成玉手上果然是张桃 先顺过来 然后反手打王翼 你看王翼不卖了 但是他这时候意识到这问题 他问题很大的时候已经晚了 反手把成玉最后一张手牌扒掉 免得他是张桃什么的 王翼最后一张手牌扒掉 直接把王翼打死 然后跟成玉单挑 国家打成玉不太好打 但是能打 或者说不管怎么样我有英姿嘛 英姿不管在何时都是个比较优秀的技能 这个游戏的最简单的模式也是基于英姿 他这里扶了杀 我就不杀第二刀了 我确保下一轮能有两刀杀 那这两刀带走 简单 这就是打成玉的方法 美副盒有两刀在砍 因为我其余的素材也还质量尚可 不过跟玩家投稿可能还差一点 陈琳打两个三血武将 那可是逮到了 然后正好又来了AK 一刀两刀三刀带走 还可以自己补 还可以自己给自己补两张牌带走 然后反手给弥足来一下 就看他会不会把我反推 是证明他的牌帽子不太够啊 手牌一拿 冠手符一换 这样的话至少不至于会出现 被AK一波反推的问题 手上有张乐可以等一轮 不急着打死他 一张杀直接灌出去 但他手上九帽子蛮多 一张杀 九 两张杀 你还有 他你还有再给你比罚一下 总是死的 说起来刚刚那个组合也有点意思啊 先说这一把 区一一开始看见了新王毅 那手上有张决斗 就是很关键的牌了 你像火攻我如果打曹仁 还需要两滴血 一开始顺带曹仁一下 这样我决斗 同样可以打两滴血 开局秒曹仁跟新王毅三条 这是个漫长的 直到我说过只要有一点的过牌 打王毅就不是问题 一玩到时候虽然有藤甲 他最后也确实把我逼到了一点绝境 不过说过 命运之神不会站在选撕爱的人的那边 直接说刚刚那把 那把对面组合有意思一点是 你说弥竹给马良两张牌 马良还要丢掉 看似负负责 但是其实是把收益方法想一下 你说刘备给别人两张牌 刘备自己回一滴血 这弥竹给马良两张牌 马良回一滴血 然后马良反手又可以给弥竹补牌 其实那两个组合 就当是一个滑头嘛 把弥竹当滑头来用 这里该冰上还是冰上 该乐上还是乐上 你看去看去 然后王毅也说了 他运气蛮好 他一直就有我最怕的两个东西 灌师傅我也怕 然后一开始的时候 他竟然四张牌 刚有一轮他四张牌 他杀我就没有必要防他灌下 他这时候贪 他肯定是要 对吧 肯定是要灌师傅灌出来的 然后我就反手又来一张雷杀 运气也算好 反手把王毅带走了 猪灵主 没有什么特别好说的 猪灵呢 也是所有武将换了之后 没有看到能用的 最后猪灵 那可是看到了一线希望 大一张装备 这是孙上香 不是借孙上香 借孙上香的话 这把将变得异常难打 有杀肯定拿杀 猪灵这个武将太容易断杀了 然后孙上香跑了 第二轮还是考 优先考虑把孙上香打死 铜甲药的没用 因为中咬总是能稳定打出火杀的武将 装备该挂还是挂一下 怎么打中咬呢 一样的打 你看呢 以下的把他两张牌 这一轮打不死不要紧 他这总是四张牌 我们只要榨装备 和结束可以把他四张牌全都弄掉 一张火攻再补一刀 再见 结束战斗 我知道大家不想看流战的视频 但是这相当于是给一些有流战的玩家说一下 一开始有AK但杀不够多怎么办呢 等一轮 打就等一轮 因为第一轮的桃子不能当过牌用 但是第二轮是可以的 你看剑黄盖第一开始打我们一滴血 很开心 布置直接定判我们一下 众所周知定判负面剂 众所周知定判负面剂 我们就把装备拿回来了 我们装备再挂上同样可以过牌 布置将为这一次定判付出代价 不说了 大家直接静静地看我收场就行 牌总是够用的 第一轮就只有一张杀 你说杀黄盖一刀不值得 但是我们再等一轮 堵他们两个打不死我们 就算被兵乐了 一样的可以反推两个人 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这一波打的 打的就是续豹嘛 续豹也是游戏的核心玩法之一 最后一把猪环农民 你看我孙权都没选 王际也没选 选了猪环 大家可以看出猪环在我心中的地位是很高的 张松我说过脆皮 或者叫富防御武家 因为他确实太脆了 但作为一个农民 他觉得是合格的 就是 这并不是野生张松啊 看了基本盘没有直接掏出 一刻来瞬间把张松花秒了 至于我们怎么做呢 还是铁锁这个东西还是能留留一下 也确实 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个铁锁最后起了关键作用 我以为张松一开始顺手清阳 是看着张松花的那张 不是看着张松花手上的闪 所以我一直没有对张松花动手 我想他手上卡了一张闪 可以处理很 可以抵御很多事情 结果实证明我想错了 手上是张无限 所以直接砍一刀 再砍一刀砍一刀 然后我只说两张桃 我想着我顶不过几轮了 我就等一下 来 贴索莲自己火攻自己 这样强行打张松花一滴血 反手 给张松花平扣一下 带走 抓住机会一波 因为我当时已经处于明显烈势了 没有必要跟张松花耗着 抓住机会一波把张松花带走 接下来是玩家的斗地主投稿 你看这有 在高端场有草匹 我也会优先考虑 给你换个皮肤 结果来 草匹也说过 草匹一身之地就貂蝉 貂蝉可以四五剑打草匹 你看如果貂蝉 甚至可以不发面打草匹 这样草匹翻谁都不是 但是也说过 你说貂蝉第一轮乐 打我们 然后我们就可以翻孙权 让孙权过牌 这样 这样的话不管怎么样 我们可以让 对吧 孙权击过了牌 貂蝉也不敢继续打我们 不管怎么样保证了我们的命 然后接着再说一点就是 你像貂蝉和队友同时处于翻面状态 也是队友先动手 队友翻回来 貂蝉翻回来 然后再该队友动手 这样的话 不管怎么样 队友可以继续翻太子过牌 然后孙权也是个比较有能力的武将 他多动几轮 那收益是不可估量的 刚刚那把说的有点快 还有一些细节包括皮肤暗示 就我们自己手里刚刚有一把 有一轮有张9 然后皮肤暗示孙权杀我们 孙权也确实这么做了 然后最后凭借自己强大的过牌 一举把貂蝉拿下来了 然后这一把呢 就是打吊残老公吕布 但是对面曹春我也说过 曹春现在可以说是完全碾压孙权存在了 孙权 然后我们只能靠第一轮 强大的优势把曹春推掉 然后这个曹春呢 我也说过 我是曹春 我肯定不会手上留三张装备 在那里换装备玩的 曹春怎么打 曹春肯定是第一轮 有相同的装备不要紧 留着第二轮丢 丢了之后在第三轮 这样的话你第二轮可以多一张牌 你不管怎么样把自己手牌树留好 防御要做到位 结果曹吕布呢 裹不起来没桃子 曹春就这么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然后曹春肯定可以稳定打 有杖八的话可以稳定打出一杀 但是一杀对我们的杀还挺大 所以我们挂起了藤甲 然后后来把杖八赶紧扒掉了 然后藤甲这个东西 防吕布还是有一手的 毕竟可以让吕布的 只有雷杀和火杀有效嘛 然后不管怎么样赶紧扒一点吕布的牌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吕布也算是一个摸牌牌嘛 不动牌肯定算不上摸牌牌 拼无谢拼无谢好拼 最后把吕布 单打吕布那几乎就是掉起来打了 你看这吕布摸牌量起不来他没有杀当农民的能力还是稍微弱了一点 但不管怎么说标孙权能打赢曹春加上借吕布这两个绝对不弱的农民我觉得是很棒的 是很值得鼓励的 说起来也是啊现在你说借武将借孙权和标孙权的状态 借孙权是完全碾牙标孙权 怎么说呢你说现在蛮多武将进行突破 你像普通的国家借国家 国家每次可以给 借国家可以给首牌 但是借国家只能一次给出去 国家可以分两次给 这个马能配合不一样嘛 这也是两个人之间的区别 然后 但是你说 完全 两个武将借孙权突破之后 是完全完全变强的 我目前也觉得就借董卓 借邓爱和借孙权 就是三个应该 当然可能还有别的 一开始杀了承玉一刀 我们上桃子太多了 这里我觉得应该吧 我是主持者 我肯定把承玉的白银姐拔了 让承玉先毁一滴血 然后这样承玉也可以摸五张牌 主持者这时候倒是没有想那么多 不过呢 这也是这也没什么问题 然后留了一张火弓 我们和春歌铁锁是在 想着等一轮 直接把春歌衣钵带走 然后我们把藤甲顺过来 直接火攻自己 反手把冠师傅一扒 因为我猜成玉 这时候也扶了桃子 张春花就算摸了桃或者九 一样的可以带走 刚刚那把我觉得就很棒 虽然我说打张春花难度没那么高 但是刚刚也是抓住了机会 直接一波把张春花推掉 这波直接说一下冷门武将祖帽 祖帽这个武将 他在这一闪足够多的时候 你说是可以 我们就留两张闪 我们的引兵牌是可以永远不断的 远远不断的引兵牌 你看这九杀我们也防住了 国家只要一轮打不住 打不住我们两张杀 我们的引兵牌就是可以留在手 有一张留在手上 我们就一轮五张牌 你看这五张牌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然后该打还是打一会 但是这时候没有飞机们牌了 就没有办法引兵 舒适有点尴尬 然后不管怎么样说等一轮吧 这一张顺没有 那就直接把这把 天亮什么 万念启发当做引兵牌用了 然后这一刀不能让他砍中 因为如果他砍中 我们就要把引兵牌给移去 移除 那就有点尴尬 然后接巡运手 有张EK 毕竟始终对我们是个威胁 赶紧把他打掉 然后把 你叫什么来着 陶渊解义就直接盖成引兵牌了 然后反正打国家 打国家打得有点急 不过这时候想打多急就可以 也不要紧 对面运气也蛮好 有张决斗 你看呢 每个八张牌起步 这就是祖帽能力 但是啊 我也说过 祖帽在打对面如果特别强的武将 你说接黄盖 你考不定盖两张引兵牌 接黄盖 直接两张红杀给你带 两张引兵牌都没了 那不就白完了吗 换句话说 在对面的关接 或者你看他们等级 不是太高的时候 你选祖帽地主 也是完全合格的 至少在我看来也挺强的 小薰云呢 一开始 我们主持人一开始疯狂刷牌 结果没有刷到好牌 但你看呢 这突然就起飞了 直接 直接把我们毁满了 还给接黄盖送了一张AK过去 大家都知道会发生什么 一张火攻 两张火纱 两张红杀 直接把小薰打残了 小薰估计回合那枚没摸到桃子 直接跑了 这就是介绍上想要能力啊 你看这刷的牌这么烂 却依然取得了胜利 一把很特殊的农民 你看这三个选什么好呢 只有选吕不呀 你要说张春华有多弱 大家都知道 看过我视频都知道 张春华农民有多弱 但是你要说魏妍呢 魏妍可能 他和张春华比起来 唯一的优势就是四血优势 但是就算有魏妍和张春华 我也推荐大家选魏妍不选张春华 只有这两个人的话 但是魏妍说过 他的技能也是有负面性 你说我如果魏妍不掉血 就地主完全不打他 打他队友 那魏妍的狂鼓有什么用呢 当然 借魏妍呢又是 另当别人 毕竟可以摸牌嘛 主持人要选吕不 我觉得没有任何毛病啊 我是主持人 我也会选吕不 大家都会遇见这种尴尬的情况 然后吕不 不管怎么说 无双保证自己的输出嘛 然后中瑶 中瑶也很懂我们的意思 对面是曹春 他想发育 我们就偏不能让他发育 等下他发育之前把他干掉 中瑶呢也一直在动手 杀就杀 在中瑶这时候把自己都打空城了 可惜啊 一下子就被一刀三血了 然后再补一刀万剑 一张桃子捞不回来 不过我们还是有自己的过牌能力的 然后把曹春冰上 他三张杀 这一轮应该可以打出三张杀 我们的八卦把成功把它挡下来了 其实呢只要挡住两张 挡住一张 我们就死不了 然后反手一刀把吕不带走 把曹春带走 反手一刀阿福奏扁了成龙 一样的林操 对面也是一个发育型武将 相当于是优势型武将 就是新王毅嘛 新王毅一旦起了装备 它是非常难缠的 尤其他一开始起来让加一马 然后真机呢 他有自己一定的防御 所以新王毅肯定会优先打我们 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我也想说一点啊 寒冰剑这个东西 你像打没有摸牌 打摸牌白的时候 是非常好用的 你像打锡子啊 或者打就做打刺害啊 那寒冰剑是非常好用的 但你要说打林操这个武将 你扒的能有他摸的快吗 你看你扒我们两张 我们一下子摸三张 你扒的过来吗 所以说我也不是很懂 他们在想什么 肯定是优先打 该打雪的时候还是优先打雪 然后说过这把不好打 但是坚持就胜利啊 你看如果就让地主满 满状态的话 他是可以摸多少张牌啊 可以就摸三张牌 但我们地主农民了 真姬就打他一回合摸一张牌吧 就当他英姿 或者说不如英姿 我反正我这一轮没有见真姬摸多少张牌 林操估计装备也保不住 地主不会让你有两张装备的 就当是英姿 农民至少可以摸五张牌吧 这就和新王毅掉一滴血 两滴血的 一滴血的状态是一样的 新王毅掉两滴血的状态是一样的 每回合摸五张牌 但是说新王毅的能力就是 你看他加一让我们的顺 都用不出去 啥也用不出去 这不就是没什么用嘛 只能说是蓄在手上 但是你说真的要有什么用也不知道 我们刚刚拿了真姬的盾 我们反手给他献一朵花 告诉他别气 没办法 然后说我这林操呢 这新王毅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说新王毅肯定是优先打血 如果这里 如果刚才直接拆也拆中了 然后反手一张雷莎带走 那就没有这把视频了 然后一说过 林操这运气 你要说好也算好 你要说坏的也确实挺坏的 他没有足够的东西 然后新王毅手上一直都有桃子 这要是张雷莅说不定 这战斗就已经结束了 可惜啊 天算不如人算 人算不如人算 运气差了一点我们死了 不过真姬不管怎么说 他总是有能力的武将 一张铁锁火攻自己 nice 一下子凉血 新王毅气得直砸蛋呢 当然是任命刚刚那把 你说要换个别的武将那是能打 但是要换魔牌吧 你委屋和少魔一张牌 那刚刚那把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打 一张一把鲁汁带着带猪 一样的打新王毅 这桃子都没什么用啊 新王毅 直接下来只可能打我们 因为是张春花的 一个飞影就坐到天边去了 我也不知道新王毅在想什么 可能杀比较多吧 想让我们把清中的牌用掉 没有也没有问题啊 先用手牌上的闪再用清中 我个人不推荐 我个人推荐是直接清中 这样这样的话 新王毅说不定有9啥就直接打了呢 但是谁有谁会去用9啥挑战清中嘛 对吧 说不定可以浪费他一张9 我个人推荐像这种情况之 直接魏晋啊魏晋 我收测技能的魏晋 我个人推荐在这种情况下 优先用魏晋 然后再 再用自己手上的闪 给他一个惊喜嘛 鲁哲能力就在此 他每个额的一杀一闪 就是他保命的根源 这里张春花做的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他把自己和新王毅连起来了 我可以告诉大家 打新王毅最重要的就是铁锁 可以说基本上最重要的就是铁锁 大家看到手上这张猪翠一扇 大概猜到会发生什么了 对没错 来一张9啥 直接9啥张春花不需要跟他客气 因为你死了 你换地主两滴血完全足够 打新王毅的时候 铁锁真的是很重要的东西啊 大家不要看见他就直接重铸了 猪环农民 我说猪环在我看来是比较优 现在是很优秀的农民了 我如果说他跟孙介泉 是在我心中是一样的地位 肯定有很多观众不服 但是他事实确实如此 然后我之前玩群杀的时候 也有很多人吐槽啊 你像我群杀喜欢玩谁 玩鸡康啊猪环啊 大家就吐槽我 我就说你又要用点尾和借点尾了 是哦是蛮像的 因为不管怎么说强袭平扣 包括我刚说鸡康的技能 再包括神陆训的技能 都是可以强行掉对面血的 再包括旁的东西插个火也一样的 但是也说过这并不代表他们不强 相反就是这一点点的伤害 累积起来就是地主的灾难性的破坏 今天斗地主的素材就到此为止 接下来是幻化之战 幻化之战我想先说慢一点啊 进入高手之后我会放发倍速的 先跟大家说一下 首先开局可以选三个技能 个人优先推荐牺牲 因为你看呢 右左上角 击败六号位保护一号位 如果一号位真的被人击火 像这时候被二号位击火 大概可以猜到二号位 就是要打一号位 如果一号位真被击火 你可以用牺牲 你可以用两段牌去救他一下 这是首先 然后其次呢 两种行动方式 你如果坐在前置位 你大可以考虑三个技能拿先登 这样的话 你杀人是有距离和两刀的 你可以考虑直接去把 你要击败的人打两滴血 你每打一滴血 你就会长一个灵力点 然后你只要有两个灵力点 就可以换技能 你如果能优先别人一轮 拿到技能的话 你会 你就有更多的选择的空间嘛 然后说不定就可以换出更好的技能 你也可以玩得更爽 然后暴主这个东西 想跟大家解说明一下 暴主是个基本牌 你可以把火墨当做他 但是你不能用暴主来火墨 先不忠 你别看他写了两个字 像是个锦囊牌一样 但是实际上是个基本牌 然后你看呢 我们要打六号位 我们一下子打他两滴血 我们就长了两个灵力点 没有任何问题啊 但是我们手管 我们至少要优先考虑牺牲嘛 然后六号位死了 我们就不长灵力点 只要死了人之后 挂项变化 大家随时关注挂项 挂项一变化之后 左上角的击败六号位 保护那个就变成击败二号位 保护三号位 同时刚刚第一个死的人 就变成了年兽 年兽的耶 简单说的年兽技能就是每回合 你火打他就是三血 然后他每回合会发动一次情音 每个人掉一滴血 是受到一点伤害啊 这里击败二号位 保护三号位 三号位结果这时候 刘备不仅残 还在这里找打 他手上还 同样两个暴主 貌似随时都会死的样子 我们这就他一下 他一下子两个灵力点 然后四号位死了 结果给 回来的有点莫名其妙啊 当然 就是有一个卦象是可以先回来 然后 如是咬嘞 有点看不惯 这种 骂人的人嘛 可以理解啊 我也 不是很喜欢这种抠肚分放 哇这孙修和蛋砸的 厉害 然后这种卦象 每回只要死了人 就会重置卦象 你看呢 我们就要换击败的人和保护的人 我们一开始选了一个帝蒙 这个技能不算太不算弱 但是你要说多强了也没有特别特别的强吧 毕竟 乳素的核心技能还是耗施和帝蒙的联动 然后我们运气也很好 保护三号变成要保护五号位 但是孤吐骨暂时估计也死不了 猛进 猛进这个技能是不错的 不差的 然后 这把的亮点也就是这几个挂呀 他都强行把这几个人拉回来了 我们三个太强了 年兽该打还是有心打 年兽不管怎么说 对大家造成了一些威胁 然后你只要打年兽 你回合结束可以受到一些好处 你看年兽技能 年兽技能就是 当你死亡随即获得一些正面效果 你只要打年兽 你可以回合结束 首先长一点灵力 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然后主持人这时候 获得一个比较优秀的技能 叫旺希 我跟大家说一下 如果大家想在这个模式里面玩的爽 优先推荐一些摸牌技能 比如旺希 再比如强食 奋银 然后最强的几个技能 肯定是狂才和龟心 这几个这没有什么好说的 在我看来至少是最强 这几个技能如果碰上了自输 就马良的自输技能 他们你将是 你将会收全场的存在 包括自说也可以跟王级的旗帜进行配合 他现在摸好多牌 这最后呢 你看他突然一张旺希 就让我们 就给了我们收场的空间 旺希和AK 让我们强行收场 这打的有点问题 我这主持人 我这时候就不会考虑 就直接杀一刀再九杀 免得过出一张闪嘛 不过无伤大雅 不管怎么样 主持人完成了一波漂亮的五杀 然后是我们亲爱的群管里的 一把马中 选将方面其实 我之前不是推荐大家 选群雄的女将嘛 说一点 为什么选群雄女将呢 首先就是 群雄女将其实好理解 首先是你触发刺雄的概率也大一些 此外呢 你可以防下离剑或者离魂 为什么是群雄呢 为什么是群雄呢 后来仔细想也没有必要太追求群雄啊 群雄一开始呢 防 血液 血液倒没有必要防 毕竟主攻击不在这里面嘛 防那个 袁绍的四拥 袁束的四拥 这个可以让袁束少磨一点牌 后来仔细想呢 袁束四拥好像是每个回合 每个人自己的回合内 就是哪个武将是哪个势力 他就摸几张牌 所以说如果曹操的 如果获得了适用 那就是有几个 魏国武将他摸几张牌 哦不对不对不对 不能这么说 就是这样的话 你和曹操就是同 你如果和曹操是同势力的话 他就可以少摸一张牌 所以说其实这个群雄没多少区别 大家只要尽量选个女性武将 然后不要选那种特别嘲讽的脸 比如你像选个大师啊 那大师大家都急火忙他 尤其不推荐以下角色 首先就是关索 关索那可是长出来的众人就忙他的 然后其次弥衡呢 推荐大家不要选 许优也不推荐大家选 推荐大家选谁呢 我个人推荐大家选蔡文基 然后不推荐大家选宇宙兄弟 主要原因是正常情况下大家不想 不敢打他嘛 你说突然看见宇宙兄弟没技能 那肯定是优先把他干掉 反正个人挺推荐蔡文基的 蔡文基一般就长得 确实长得一个没有多少人想打的脸啊 前面跟大家唠嗑唠到现在 主要到现在得有两个零力点了 可以开始选择技能 直接选择狂鼓 狂鼓也是很优秀的技能 你看呢一张拿满突然就可以摸好多盘 当然狂鼓只能对左侧左右两侧的人使用 你看过着过着AK就出来了 大有收全场的感觉 直接起飞了马神 马神突然摸 突然有狂鼓这个技能 那你说这不得了啊 一张火杀 以为能把西村杨带走 但是结果他有牺牲 不过我们有剪一马可以过牌 反手再给他补一刀 因为他这时候的杀子已经没了 我们没有先打拔后尾 我也不是很懂主持角在想什么 主持角呢 我之后也早上教育他一下 他没有考虑用零一点啊 对想说这把这把没有出现年兽 原因这是原来的幻化之战啊 这不是现在的幻化之战 你只要击败第一个人 那是肯定会在回合结束之后 改变挂枪并且出现年兽的 然后这里我们就已经有大有收全场的感 势力了 我们这还有极致 只要两个过牌的技能合在一起就很强 你像在国战中间 你说孙让香黄盖 貌似没有什么配合 但是黄盖苦肉就可以找装备 让孙让香触发消击 然后孙让香触发消击的同时 不仅可以找桃子过牌 同样可以结阴过牌 这样就给苦肉提供了空间 所以几个技能是相互叠加的 就让如果两个摸牌技能叠合在一起 就很强 你看到狂骨加极致这多强啊 还有熟绿做给自己摸一气移 这是很强的 不说了 再补一把幻花之战 这把我没有事先审核过 我就接这把给大家看一下我平时怎么省素材的 如果是前置位的话 我倒推荐大家选熟绿或者先登 因为先登可以靠直接打败自己的 要击败的角色 来优先获得凌厉点 优先领先别人 然后你在后置位的话还是优先考虑牺牲 这样的话至少不至于会被推掉 毕竟 然后再给大家讲阐明一点啊 你要击败三后卫 然后你要保护四后卫 这种时候通常就是三后卫的 三后卫就要击败四后卫 但是三后卫要保护谁那就不知道了 同时啊 你既然显示你要击败三后卫保护四后卫 那谁要击败你或者谁要保护你 这跟三就肯定不是三后卫也不是四后卫了 这个思考起来其实有点头疼 但是大家记住这一点就行 暴主 还有一点 我再跟大家简单说明一点 偷梁换柱 偷梁换柱和伏底抽薪 伏底抽薪直接让一技能消失 随机消失一个 偷梁换柱随机替换一个 手机尤其不推荐偷梁换柱对自己使用 不然会出现如下情况 突然放出来想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之前的一把截图 我要保护这个八号卫 结果他对自己使用了偷梁换柱 让自己获得了技能燃伤 然后呢他被一下子被打了三个燃在身上 到了回合自己崩了三血 我就都救不回来 然后直接 这个游戏 这个模式要名为痛打露水狗嘛 我一下子掉了 所有手牌都没了 所有人都打我 专业游戏结束 所以我的意思就大概是叫大家 如果 你有伏底抽薪或偷梁换柱 这个东西该怎么用呢 我先跟大家简单解释一下 就是如果场上有一看就很变态的技能 比如自书 就优先对他使用 说不定就把自书弄掉了 比如再比如龟星 或者你看这条狂鼓 然后主帅这时候来了自书 自书且不说自书到底有多强 自书跟熟绿都可以配合 不过这时候没来也可以 然后主帅很好的 躺了一套魂水啊 这看来是 我才第一次看这技能 发生什么了 怎么一下人都没了 怎么一张男蛮收了全场了 我没看懂 不过倒是观赏体验不错了 给青鬼院这位玩家点个赞 好 本期的素材就到此为止 有关幻化之战 能给大家说的东西 基本上都在这了 然后还是打一把素材 打把实战的 嗯 俩效尾 好说 三倍 完了 打完群杀貌似没有注意 但我不是很想用流战主啊 这比也许用流战主啊 这不是不能怪我呀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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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 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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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牌可以 如果来AK我就打算直接把孙权突了 拆 杀 杀 顺 五中 九 五中 先五中那是怕 如果有 解锁连环 火杀 我应该上麒麟弓然后雷杀哦 这倒是租着有点问题 少过了一张牌 不过问题不大 就留这些牌吧 一张火杀一张雷杀 马良有两 吃了一吃 用了两张桃子 拔他一张桃 他自己又吃了一张桃 估计回合内 你厉害 还是你厉害 然后不要紧 孙权如果要全排制衡的话 他不太可能给马良留桃子 你肯定想不到我还留了两张杀 对吧 你肯定想不到我还留了两张杀 对吧 我猜 那看起来应该多留一点 多留一点 看起来应该多留一点杀 不应该留这么多闪呢 我刚才说怕马良给我 对吧 给我直接九杀 九杀两个九杀的 这俩人真厉害啊 不管怎么说我现在要留牌跳乐 毕竟孙权的大过牌 大过牌还在这儿 血能掉就掉 孙权还是怂了 不保马良啊你 留了一张牌没制衡 那故意就剩保马良的 要不要赌一下呢 五中回合那也用不了 直接跳了吧 免得孙权如果有乐 那就很尴尬了 一刀 他这要是闪的话就没办法了 吃张桃 再补一刀 孙权手上肯定有张桃 是不用问的 因为孙权刚才有一张牌没制衡 那张牌肯定是桃 那也没办法 还用流战结果压制力不够 打这两个人 流战还是得靠EK 一下子就只剩两个血了 看能不能一波把马良打死 然后开桃圆吧 这是目前最好的打算 有火 问题有点大呀 再补一张万剑直接没了 万剑或者火弓就是都是直接没了 看怎么打啊 先上这个肯定没错 因为马良这张就算是闪的话 孙权有两张桃也可以带走 哇塞 看一下怎么打啊 突然来了好东西 但是红还不够用 所以还是得开这个来过牌 这个只是为了过牌 大家不要搞错了 对流战生效 不要紧 我要对你无效 完了还是应该对自己生效了 出事了 出事了 还好可以再出一张这个杀 没牌过了 没牌可过了 一张难 摊了摊了 还是应该还是应该 怎么就想着收场了 还是应该对自己生效的啊 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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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事了 这把作为负面教材啊 负面教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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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怎么样应该对自己生效的 不管怎么样 无蟹应该给自己的无蟹打 弹了 这是真的弹了 我还指望着指望能像能像打素材里面剧情一样 对自己对吧 杀负杀直接把两个都推掉了 有点可 What I'm doing What am I doing 关羽还是貂蝉的 关羽 照相 一几和张松 只能说没那么难打吧 不用贴锁 五中开不开呢 一刀 再一局 闪得好呀 五中吧 先五中 先五中 我大有 我大有情场的想法呀 两个男们都开了 我也 我也要跟你们测红包 不要自己不准自己乱搞 你也给你也来一个 决斗 挺是危机 开心 接下来就想 接下来就想一想是一级的威胁大 还是张松的威胁大 张松威胁大的 张松是可以一轮把我 把我让我自闭的人 但是一级手上是没有防御牌的 这张刹直接打出去我感觉问题也不大呀 说不定就没了呢 想多了 一张万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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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张雷沙 闪电 闪电 一局 两刀 两刀 应该是 看他摸两张牌 要是都是淘酒 那我也只能说 还是你厉害了 还行 Easy 先把 先把 降池换了 不然太尴尬了 全阔斗地主了解一下 全阔斗地主就是我的 今天打的人都蛮简单啊 难度都不高 没抢到地主那肯定是张让 就不用稳 你看我抢这么快 就是我要把曹王放给队友 诸葛克 我家不好打呀 但是 不管怎么样 我和诸葛克都是有一定防御能力的武将吧 只能这么说 负负得正 微小的防御也是防御嘛 你先打他 可以理解 打国家怎么打 打国家怎么打 最近都看了太多 打神仙 打神仙地主 神仙农民的视频 貌似有点忘了国家怎么打了 这么厉害 厉害啊诸葛克 诸葛同学 哇 哇 哇 看 是藤家 直接顺 顺一下手 还 谁当傻 我猜这时候大家都知道我想干什么了 我就直接一波了呗 一 九 我不找诸葛克呀 我找你呀 藤家给我来 我猜你也可能会把藤家给我 不给 直接给你一杀 来一顿 一刀三血嘛 就算我知道大家在想什么 大家是不是在想 在补一张火弓 我猪狗克砸一下不一样的嘛 猪狗克砸一下不一样的嘛 有张吧 张八可以防一刀 猪狗克手里有张桃 我不太指望找他要 手牌一拿没毛病 再拿一张手牌也没毛病 一张火刹 一张火刹 合理 一张闪 合理 不能说合理 我要有自己的台词 一张九 正常 正常 情理之中 情理之中 余情欲理 猪狗克手里有桃 你自己有桃你就吃 我被直接加到这个血了 看他有几张桃子 没有多少桃的话 我就直接火攻了 难瞒 正常 情理之中 说真的我有点相信这个队友的老财 我觉得他可以处理 我觉得他可以处理眼下我 处理不了的很多事情 我看一下他会怎么动啊 国家手呢 我猜他是杀不够用了 还是管一下吧 杀 还真是杀不够用啊 决斗 不屑 但不能出啥 不能出来就等猪狗克砸一下嘛 问题不大 猪狗克这不是砸一下就结束的事情嘛 独五 独五警告 雷莎 再见 你已经死透了 这么打其实不推荐的啊 只是看见那个藤甲有点忍不住啊 主要是说实话 因为国家是空城状态 所以我大可相信他手上并摸不到桃子 所以选择一波 大家正常情况下并不推荐这么打 你看到后来还不是来了一张闪一张九 猪狗克顺他两张牌 我估计也没顺到什么好东西 嗯 好本期视频呢就到此为止 幻化之战我到现在还是没有拿到鼠年的 还是没拿到鼠子 说实话有点尴尬啊 本期素材呢不是特别多 也希望各位看的满意吧 到就到此为止了